Hello大家好,我是纪良,这是我的第八个视频 前几节视频发出去之后,我收到很多粉丝的问题 都是关于Notion使用方面的小问题 比如模板怎么分享,怎么使用,PDF,怎么嵌录等 那么今天我就做一个合集,把这些小问题都解答一下 那么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模板,模板怎么使用 有些粉丝问我,看到我分享的模板,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首先复制我给你的模板链接,在浏览器中打开它 然后你会看到在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Duplicate 这个按钮就是复制模板到你的Notion 点击它之后就能把这个模板复制到你的Notion了 前提是,你要在这个网站上登录了你的Notion账号 在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当你在这个列表页点击复制 那么它复制的是这整个所有的模板 如果你是在那一页点击复制 那么它复制的就是这个内页 这个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接下来是Notion的模板下载网站 我推荐三个Notion的模板下载网站 第一个是Notion的中文社区 它的优点是这里面的模板都是中文版的 并且它的操作习惯也比较符合我们国人的习惯 它的缺点是它的内容的质量有点参丝不齐 有些模板特别好看,有些模板就不太好看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筛选 第二个是Notion的官方模板库 它的优点是它的模板非常的多 有各种各样的分类,而且都挺漂亮的 它的缺点是它打开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它都是全英文版的 第三个是Notion Pages 这个也是一个国外的Notion模板网站 它的优点是它里面的模板都做得很精美很漂亮 缺点是它的模板的更新速度比较慢 而且它也是全英文版的 那么这三个网站我稍后都会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第二个问题,怎样找免费的图标 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常用的图标库 叫icon font,它里面的图标都是免费的 然后它也有比较多的分类 有插画库,图标库 图标库里还有分类有官方图标库 多色图标库,单色图标库 我个人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够用的 那么这个网站我稍后也会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第三个问题,自己做的页面怎么分享给别人 我们打开我们的Notion会看到在每个页面的右上角都会有一个按钮 share,点击它,会看到一个按钮 我们把它打开,复制这个网址发给别人 你就等于把你的页面分享出去了 在这个配置下面我们还有一些选项 分别是允许别人编辑,允许别人评论 允许别人复制为模板,把它作为索引 这个我们用的少,不用管 你可以在这里配置一些你的页面的权限给别人 那么这个就是Notion的分享功能 第四个问题,转换表格形式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在新建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选择了database型的全局表格 那么这个全局表格它是不允许像这种主页一样 既有图片又有图表,还有文字的混排方式 它只能是这种数据表形式的 那么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后悔了 我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页面形式的 能够跟其他的block混排 那怎么办呢?难道我只能把这个表格给删了 重新做一个吗?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页面 填写一个标题叫主页吧 然后我们进入主页这个页面 把全局表格拖进去 拖到主页的页面里面 我们点击这个全局表格旁边的block的设置 选择转换为内嵌型 选择这个按钮 那么它就由全局型的表格转换成内嵌型的表格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页面上 添加各种各样的其他类型的block 那么内嵌型的表格如果想转换为全局型的 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在这个表格的旁边 找到这个三个点的按钮 点击后选择 转换为全局型的表格 选择这个按钮 那么它就又变回了刚才的全局型的表格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表格是全局表格占据整个页面的 它不能按鼠标添加其他类型的block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表格的一个转换 第五,怎样把两个数据表并列展示 有粉丝问 当我们建了两个数据表的时候 我们想把它并列展示 但是我们拖动它之后发现展示不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分享过 那么今天我再讲一遍 原因是因为这个数据表 它默认会占据整个画幅 如果我们需要它并列展示 我们需要先新建标题 我们先新建一个标题为1 然后再新建一个标题为2 把这个标题2按住它 拖动到右边 把它们两个并列 并列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数据表 移动到1号标题的下面 松开 然后把这个数据表2 移动到2号标题的下面 那么它就并列展示了 那如果我想让并列的两个数据表变成占据全画幅的怎么办? 把这个数据表2 往下拖 拖到最下面 会看到出现一个横杆 把它松开 那么它就是占据整个画幅的了 第六 导航栏 有粉丝问我 这样的导航栏该怎么添加? 导航栏的添加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在这个页面上输入一个斜杆 找到高级功能 在最下面有一个面包屑导航栏 点击它 它就自动生成了一个导航栏 它的好处是 不用你手动去添加 只要你的页面上有那一页 你就可以添加导航栏 坏处是 你只能去到你的上一级页面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知识管理是属于我智库的这个页面 那么我只能从这里返回到我的上一级页面 我不能跳转到其他页面 所以我一般会用第二种形式的导航栏 也就是自己新建 自己建立的方法也很简单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方法 引用页面 我们输入一个at 输入你想去到的页面的名称 比如我想去到工作日志 我们点击这个搜索结果 那么它就建立好了一个页面的跳转 我们再建立第二个 我们像上面一样输入一个树干 我们再输入一个at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输入不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删了 直接在这个页面的后面 输入一个at 然后引用页面 引用好之后 我们把鼠标移动到它们两个页面之间 移动到中间这个光标 然后再加一个树干 就可以把它们两个隔开了 那么还有粉丝问 我想建立一个像notion它自己这样的导航树像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为什么呢 我们来建立一个看一下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导航栏的标题 再建一个文章的标题 把它们两个并列 拖动到右边 并列之后 把这个文章移动到这个文章标题的下面 调整一下它的宽度 然后我们把这个导航脱下来 那么我们就建立好了这样一个树向的导航栏 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是跟着你的页面一起滑动的 它并不能像notion它自带的导航一样 一直悬浮在这里 所以它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并且我觉得它还挺占位置的 所以我不太推荐这种类型的导航 但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第七个问题 怎么嵌录PDF 嵌录PDF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在页面上输入一个斜杆 选择媒体下面的文件 在这里上传一个PDF 上传好之后 它是以文件形式展示的 我们点击它 它会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打开一个页面 我们是通过浏览器的方式去查看的 第二种方法 我们输入一个斜杆 直接选择引用 选择引用PDF 在这里我们上传一个PDF的文件看看 我们传好之后 它是以这种视窗的形式展示 你可以看到这个PDF的内容 并且你可以调整这个视窗的大小 那么这个是我们PDF的引用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添加新的工作区 有些粉丝觉得一个工作区不够用 那怎么添加第二个工作区呢 它的添加方式比较隐蔽 在我们的用户名下面 在右上角会有一三个小点 点击之后选择加入或创建工作区 选择为你自己创建一个工作区 点击确定 那么我们就建立好了一个新的工作区 那怎么创建工作区 那怎么创建工作区呢 在我们的设置里面 在工作区的设置下面 最下面会有一个创建工作区的操作 点击之后你就可以创建工作区的操作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下节视频我会分享如何用Notion来做知识管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